好,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東京分鴉的分析 剛才說到所謂的夜光信者 當然大部份夜光信者都是一個神經病 那你這樣算不算大連治...老爸? 大連治治道的那些?即是professor?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變態 變態和神經病是兩個事 那些是堂熱送徒,你這樣理解會比較好一點 我會這樣逼聲他們 老實說,我覺得下目被抓了之後 真的不知道他們在想怎樣 今天看真點,羅茲威爾解訪外星人 選了一個星期,重播又重播,解完又再解 我們等到什麼時候重播當年的新聞 其實那些夜光信徒固然是作者特意的 我經常都說,即是夜光信號的幹部 你找到夜光的轉身之後,你抓到下目之後 你可以怎樣做呢? 他們好像沒什麼想過 通常這類型的作品,某某是某某的,即是有一個角色是某某的轉身 通常想將那個前身帶出來的,即是你整天都帶出來的 那類型的角色是這樣的,他有一個方法就是將他的靈魂召喚回來這個肉體裏面 somehouse的東西,at least你本身就說,沒有的 我純粹想找一個代言人而已,我現在自己的名字叫夜光信號 但是我每一個叫夜光的角色在這裡,又出不到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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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精神領袖喊的,但反而是在那些… 漏裸 那號召力趕現是不夠的 那當然,我這裏覺得其實最怪的事就是 你OK,你告訴我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正正是要報一個伏線 你要令到觀眾開始懷疑 下目到底是否真的夜光的轉勢 因為其實我剛才也一直講過一個問題 就是在夜光的轉勢由 原來不是下目,是變成春虎這個位置上 其實整件事只是說 我說了就算,我說是 現在,你叫做好像有副朋友說 是因為他的力量被人封印,但是 我至少,好像剛才阿姨說 春虎有封印等等 當然動畫裏面沒有提過,是有的 然後下目那裏,下目是完全沒有任何鮮嘯底下 他就說,原來這傢伙不是 下目那裏有些位置是原作CUT了 是一個最明顯的東西 為何你會覺得 明明好像說到陰陽聽班人 每個人都神級 為何男和女都分不到呢 因為其實最基本那件事 原作是有說過的 男女有個很明顯的分別 就是那個靈是一個是陰,一個是羊 他們說看到為何陰陽會不一樣呢 其實 後段才說,原作本身有說過 就是 下目為何和北斗不適合 因為北斗的龍是陰的 下目是女兒都是陰的 就是老爸 將說 弄了一條秀術出來,令到陰陰變了羊 所以拿來欺騙所有人 原來他老爸是一個傢伙來的 不是 負負是德政 這些淺的數學理論我都認識 他原作只有一段小段 其實很短的 其實我看動畫 其實動畫也有提過 你說他轉線不及其他 開頭是很光明 夜光轉身的特點是男性 為何他們都說夜目是夜光轉身 因為夜光是本家 即是他們認知本家的男性 即是夜光 那男性就是夜光轉身 下目是夜光轉身 那 所以問題是之後 突然發現是女性 之後發出大事 就是這樣 可能會開始轉而為 雖然是夜光 那他老爸作為一個 即是說 作為一個數學家之前 他肯定是個老 他肯定是個老 更加一定有問題 你找個男的不行 那你要預成有 那個男的最懂得陰陰數 要扮到你好像陰陰數 有幾難啊 你找得出來 你這麼容易找 哪找到啊 現實 即是他老爸作為一個 看星這麼聰明的人 他突然說 夜觀星象 發覺就是 那裏有一條 天才還日的兒童出生 然後殺了他老爸 然後把他拿回來領養 搞定 不過老實說 拿下木做坦 的確有點 無謂的 老實說 我只能夠承擇 就是 根本上 他老爸是好 真夜光 和好真夜光 和好真夜光 不是的話 就不會是 首先 小時候 無論 京子 對他一見眾成 可能他老爸都發現了 然後跟著呢 不關事 那個位子 是跑了出去 家裡的 他老爸是好聰明的 你想多了 會不會這麼複雜 我看不會這麼複雜 真的 不是看星象 就大了 夜觀星象 就知道 有個人 和他 標發你 OK 你繼續說下去 你繼續說下去 不要雜亂過病 我的人會很混亂 到了之後 跟著就說 清梅竹馬 原來是另一個 叫大家 其實 京子是一個大家族 另外一個 倉橋 對倉橋 然後他說 不行的 不可以被夜光的勢力 說萬一 被他支配了夏木家 再加上這個 什麼 什麼叫夏木家 不是 土耳門 土耳門 然後再加上京子那邊 加上馬 然後這個 夜光的勢力 就會無限量膨脹 當然是不想發生這件事件 然後他利用的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 將他和夏木 調轉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 連環的讀計 要先說利益申報 他第一部 有九本的原作 我看了第六本 所以後面的原作 為什麼呢 我是回答不了 沒有辦法 所以大家後面的位置 都先跟著動畫 要先 那你的案子 當然就是 他叫做第一部 就是 尼媽換泰子 不過找到一隻女兒的尼媽換泰子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技術問題 當然 科學家是能夠解決任何一切的問題 是數學家 數學家 是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 誰是學家 不是 還有其實動畫也是做得挺有個問題 他經常說 一開始已經說了 北斗不太聽我的話 其實你又不太覺得他有多不聽話 原作會有說 他出了一放東西出來 然後他打他又不打 在那裏游暈 他有說這件事 唯一有幾次是好聽話 就是打D那時候 打D那時候 打D那時候就好聽話 一出來就馬上會咬東西 那些案子 其實那些落差就會是沒有了 那些案子 其實你說整套東京昏媽裡面 其實 我最喜歡那個角色是道滿 正常 大友都可以 大友 再低位一點點 為什麼 你看到就是道滿 這個角色 整套戲裡面 他是很統一他自己的性格 和他自己的信念 其實他的信念是什麼 其實他的信念是什麼 我來玩而已 我覺得這樣好玩 我就玩 你會見到就是 其實他一個叫做 換世不公的態度裡面 他有一種 他有一種 中資的風範在裡面 他真的 他覺得說 我其實尤其是和大友對陣的時候 其實那裡是我其中 很好看的 喜歡的一字 就是 到滿之後就說 如果我純粹和你 和你鬥噴水喉 鬥用力量的話 你一定會輸 但現在就是什麼 你是技術 在技術層面上 你這次是贏了我 我當你贏 這些是有大師風範的人 才會做這些行為 是一代宗師的 因為不是 其他人都無賴 然後就是用水油射他 然後還要大聲 說 你以為你能夠突擊過我 這樣 是這樣的彈散 但是你會見到 他是沒有可能贏到道門的 其實他是 他只是叫做什麼 他拖延時間 還有就是 他有個計劃在這裡 對 然後跟著最終其實 那個精髓最終其實 大友 其實整場都很好看 大友其實是說 我是預了死的 因為老實說 我怎知道這傢伙 究竟是有中師風範的人 還是他是一個哈哈哈哈的人 沒有人 就是他不知道 最終就是 看似他是一個哈哈的人 但是其實他是一個宗師 他是一個哈哈的宗師 OK 而角色裡面就是 因為這樣而軒仔 就是 阿道門作為一個老妖怪 你可以說 因為 他好像是Phase 5 其實他是靈災 靈災來的 他是一個靈災 最強級數的 是的 而 在一個層面裡面 就是他就會說 我其實做這件事 我不是為 野光進途那邊的人 不過 他那時候的說法就是 我的學生 就是我門下的人 想拿一件 拿一件 拿一件 那我就幫他 那我就搞一下 那意思 他應該這樣 順便又有得玩 他應該這樣說 其實對阿道門來說 他對一個人的興趣是凌駕於一切的 當他覺得 大有這個人 是比其他人更加有趣的時候 他就 當然 靈災也是追上這個時代步伐 你會去E-mail找我 那靈災會用E-mail OK 這件事 靈災不是用符罩 然後說 應該是給他一張符罩 有什麼事 燒了他就叫我 那就糟了 燒了他 那有什麼問題 那個叫移動靈災 那當然有移動流動電話 移動通常 你燒了這張符罩的號碼來找我 這個好像那些 不不不 這個角色是 給到那個吸引力 你猜不到他會做 你猜不到他會想做什麼 然後一個雪櫃走出來 通常我 我一開始想說 真的給他一張符罩 他就說 你有什麼事的時候 你有什麼願望的時候 你叫我 那樣 但然後 我給你一個E-mail 其實 這下是 是有趣的 而 亦都說到他的認識 就是說 他對陰陽術 或者法術 奏術 這件事 作為一個大師 他說 想不到你 還懂一些我不懂的東西 我欣賞你 他不是不懂 他想不到現在還有 會讀這個程度的人 對 應該這樣說 因為他全部說得出 阿大用的招是什麼 我欣賞 我欣賞你這個人 這樣的話 就 欣賞他這個人 然後 萬一發生一些 他都解決不了的事 其實我不想你死 其實 因為他覺得 這個世界死了一個 就少了一個有趣的人 他覺得這樣的話 這個世界是不好玩的 正正就是這樣而牽帶到 就是 盜滿 在第一步尾裡面 成為這個 作權人的角色 大友的色神 最後做 對 最後做了大友的色神 但要補充 原作是說做兩年而已 動畫版是沒有說做多久的 你會聽到他好像做永世一樣 其實那個案子 沒有一個很制約性的 你叫做大友 是跟這個 與虎謀皮的 其實是 是的 他的案子是說 當盜滿 可能他們突然打的時候 對手是一個 比大友更加有趣的人 我覺得盜滿 是真的在後面 捅回他一下 然後就說 我玩完了 下次 他好玩些 那邊好玩些 我過一個檔 其實你會覺得這個人 一定是會這樣做的 是一個 嗯 所以其實 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我覺得 盜滿 是一個比較 是 值得大家留意的角色 算是 好看的 那幾集劇 都是非常好看的 算是 第一播面最好看的東西 那場 就算是 動畫 他剪了很多東西 但是 你見到他 說了很多 不知道有什麼就語 但是你見到他 對戰有一個層次 就是他怎樣去救一條龍 然後打 然後用人工那些燕子 去再去打他 遺 殲滅 他唯一在學校教的東西 可以承接到這一戰裡面 就是 你不要小看小型奏術 或者自動化的奏術 那些共通性的東西 其實都很有用的 因為 因為其實 他剛才說到 說天馬那段 天馬 他媽媽是 跟他爸爸出來 私奔離開家 的 成立了那間公司 是做了很多人工的奏術 因為在此以前 設定上 就是說 你那個色神的能力 直接就取決於 你那個 術者的奏術 那個能力如何 但是 直到 出現了這些人工的色神之後 令到這件事平等了 就等於 大家 小學上中學 要計算的人 看算術能力 突然間有計算機 整件事都平等了 個個人是一樣的 變成了 這件事就出現了 所以其實對於天馬來講 他的家族 或者他的陰影 就是說 他的家庭是做了這樣的事情 但是 反過來也是 好像是 令到 下距了色神 普及霸弱 所以 杜滿 為何那天這麼煩 你拿些這樣的 來和我打 你帶我速船 計算機出來 你沒有用一場比賽 大佬 變成這樣 之後的事件 其實最主要的事件 都會說回 一些 是啊 杜滿 杜滿 那個角色 其實說回 零災事件 其實是 東京有一次 面臨這個 毀滅的危機 第三生東京事件 挺好 那這裏 其實另外要說 就是 阿東儀 其實那個角色 就是他要開這個 鬼模 鬼道 即是鬼妝 你可以說 我覺得 首先 鬼妝是毫無霸氣的 其實我看到 沿途的插畫 都沒有太多張 是他鬼霸 我看到他依達正宗 無故 還有其實 他的動畫是強化了 你要知道 打渡滿那戰之前 他們走上天台 你看到阿東儀一個開毛箱 原作是沒有的 原作開毛箱 原作開毛箱 他是很厚的一段 其實一開始很早 已經零錄出了 爆大罪 是掃爺的 他們是很辛苦 打隻的 東儀是不會一開始 扔那些蜘蛛 是沒有這些事發生過的 東儀的角色 其實他是為了 表現當年靈災事件 即是他作為一個 其實 反過來 他還未講 第二部才會正式講 因為作者有講過 春夏秋冬 四個是主角 夏木春虎 東儀還有一個是 第一部沒有 所以他的東西是未講的 但是故事裏面其實有 叫做什麼呢 有一點點 隨便的情況出現 突然之間有個十二神像的彈傘 告訴他 我也是用鬼的 然後 然後 別人用鬼 我當然要加個用鬼的角色 他是吃鬼 不是用鬼 都可以這樣說 不過 兩個都是操控 叫做 利用鬼的鬼的力量 成為自己的力量 因為其實他動畫 動畫%是不好的 或者不夠設定向 動畫除了說鬼 另外一個好避 就是甲種和穴種 奏術兩個分別 那說回鬼的東西 他經常說 春夏秋他們說的是靈力 以及靈力轉化成奏力的問題 其實鬼那個是另一個 是說的是鬼氣的 動畫基本上是沒有說過的 所以 你很難去看到他 開了一條伏線 因為就算說 剛剛說 道滿打了陰陽熟 他也有打陰陽輕的 他打陰陽輕的時候 阿鏡 即是 食鬼 他是被人引了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追了一些鬼氣 他被一些特別的鬼氣追了 其實原作是會有說這些 但是動畫就避了一些設定向 即是不想太複雜了 可能是 現在十二神像複雜到 你記得後面那段 十二神像複雜 就不能追斬一下下目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哪裏追斬 他說用鬼力量的十二神像複雜 阿鏡也是 那也是另一件事 因為他原作中 他有很多位 就是說 他覺得陰陽術很可愛 因為其實他跟杜滿其實很相似 性質有時候 他都是一些 杜滿如果你說他找奏術 找人極教量的課分的話 阿鏡 阿鏡 他就是想找一些有趣的人 用來 望恨 用來虐待 用來搞的 所以 其實他們 在 之前 六人報那場 那次 見到這班年輕人這麼活躍 他不是在橋上嗎 當然是大有捉他背部 其實大有還沒出來捉他背部 他剪了一段 原作 阿鏡又數了 這裡有個適用鬼 又是上年 兩年前大年度知道 Professor 做寧災核心鬼的東西 有下任當家 有條龍的土寓門 夜光轉世的下木 還有一個不知為何靈力高到爆炸 好像很奇怪怪的春婦 其實他又數了 為何陰陽術 他覺得有趣的地方出來 但是動畫就消失了 動畫這傢伙只是一個死變態 所以你完全看不出 他原本為何他後面要追斬他們 是完全看不出那個原因 而他最後的角色 在動畫裏面給你出來 就是什麼 他只不過是一隻陰陽廳的走狗 這個是的 這個對的 而就是他成為一個 經常被打斂的角色 啊 都對的 所以 不立體質 而最重要的是 其實這套東西 在這套東西裡面叫做 當然我覺得它是 特地這樣切的 所有人 因應情況的需要 力量就會不化 我要學到的東西 就突然就會到手了 老實說 你在那個故事線裡面 其實他給你那個感覺 鍾兒那裡只是過了幾天 就告訴我 我掌握了鬼的力量 明白 他也掌握到 但不會用 連三個月學會外語的 都不需要 他三天就搞定了 其實他 所以他當然會浸一顆 因為太慢 那其實 那個陰陽戰學校 其實是不需要上太久 他就可以畢業 他是要上三年的 你明白 剛才學校拿第一 你都讀過三年才走 不好意思 而且他只學會 你錯了 香港沒得跳班 他們懂得學會 鬼的靈力 但是一科他未必可以 你知道 除了你看十二神像那班 彈傘 他們裏面不是全部都是獨孤一 他很肯定全部都是 學完之後全部數學 根本上全部十二神像 都是陰陽學校未畢業的 如果你大學 可能只讀一科也好 你總之中學 要全部平均合格分業才行 陰陽智有大學 OK算了 我怎知道可能 你用什麼世界理論套 月僅身那邊有大學 這邊簡單說 其實他的陰陽課程 那邊是沒有怎麼說的 只能分兩邊 就是理論和實技 再之後的東西是沒有說的 就是 理論 只有兩種東西 哈利波特有說 阿科是魔藥 什麼歷史 他什麼都沒有說 所以我看這個 冬花金是失敗的 他什麼都沒有說 他那些設定集中了 在另一邊 就不會在這些東西 那這幾節的內容 其實都是 每個套路 都差不多 水養的 正正跟著 去到最後 就說 到達就是 阿夏目死了 真正知道就是 阿春虎才是真正的 夜光轉世之後 這一節開始的故事 暴走 很奇怪 我真的可以這麼說 是很奇怪的故事 首先 固然 這是我第一節裡面 一開始來說 就是 阿春虎 什麼都想不到 他第一人想的就是 復活 沒有合理的 為女死 為女王 女在人在 女王人王 很正常的事 那整件事 若然春虎 這個再補足 第一節說的話 若然春虎 是完全不知道 什麼 泰山君 君虎制 君虎制的話 OK的 但是很明顯 他就知道 在經過 零六件事件裡 你知道 復活出來的那個人 其實不是下目 很有機會 因為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 零六的父親 我跟他說 零六所知的 只是一部分 而且最大的問題 就是 因為春虎 他就是夜光轉世 問題就是 他記憶那裏 或者其他東西未出來 因為泰山君虎制日 夜光創 這個 這個 I am你的 concept 是對的 本人就是最熟悉的 但是 要明白 其實 這裡分了兩件 之後 其實春虎為何要去找零六的父親 就是 因為 雖然我是他轉世 但是我沒有記憶 我是不知什麼叫做 泰山君虎制 其實 怎樣用我都不知道 零六分分鐘還熟過他 第二 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 只是知道 一部分 但是 本身 春虎只是恢復了夜光的力量 他是完全沒有恢復到夜光的記憶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個就是 回到有麻 先說 陰陽熟的問題 有一件事 動畫從來都沒有說過 他們經常說 雙國會 是之前 大年度 知道 就是 老師 即是 零六個父親 他們那個叫御靈部 裡面的溫床 御靈部 不是under陰陽廳的 是under宮內廳的 是兩個完全分裂的東西 動畫是日本的宮內廳 因為原因是什麼呢 他們 陰陽廳和陰陽熟 他們只是講咒術 是不會講靈體的 而 御靈部 為什麼會在宮內廳 因為他們要管 那些神靈 或者貴人的靈體呢 所以其實陰陽廳的人 真的是 完全是不會懂得 泰山軍府制 這些帝式的東西 就是 爺光那邊的東西 而御靈部那邊 就集中了這堆人 所以會有 你就算找陰陽廳 你找大友都沒有用 他一定不會的 因為他咒術的 是對人的 是屬於戰鬥向的 我簡單點補充 這套東西裡面 分了三類東西 就是天海大線 大友鎮那些 咒術搜查官那些 是對人咒術來的 善次郎那些 是對靈災的 然後有些對靈魂的 就是陸人報 大連造之道 那些人 有三類 那但是 這裏那個 他這裏沒有說 固然 這只不過是說 他對 矮暗所的東西 那裏就是 只不過是說 對整個故事的 建構 那個細緻度 他沒有在動畫裏面 去present出來 這件事 但是其實 我 我都說 我看動畫 我看得很簡單 我是看個人的 做的行為 和他相應做的行為 和我 在那個時間點裏面 他擁有的情報 下目死了之後 他固然 找怎樣 去實行太三軍虎制 然後 然後 其實他第一個 好像是找零六線 好像是 對 零六線 零六線 你代表特地推翻自己 第一集 你要明白就是 如果 建基於製劇 尤其是 那個位裏面 開頭 那個時候 筆斗 那張紙的筆斗 死了的時候 你說這句 其實都有點 說 我死了一條女 我都不會復活 女死女還在 她不死 我怎麼找另一個 但是 是 不同 現在死的那個 不是張紙 那是人 那是人 那是死了一張紙 後面那個 不是一張紙 那 我不可以做多幾張紙給他 OK 死了 真的死了 你個案子裡面 當然這個就是 剛才那個問題 不再重複 然後 他說 OK 零六不幫他了 然後 大連子 就向他伸出友誼之手 是指來吧 我教你 好邪惡 他都是這樣去才可以吸引到 春虎 肯站在他的陣線裏 在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剛才 尤其是根據 I am 同樣的東西 實際上 我覺得那些人 期待夜光的轉身 其實不是期待夜光的力量 是期待夜光的知識 還有他的號召力 所以其實 好老實說 就是 當春虎就是覺醒組 是力量的部分 其實這條是沒有鬼用的 其實 因為其實這也是動畫 沒有去清楚表達的 他們現在常常 動畫面有用這些字眼 叫做 泛式和帝式 他 尾段有說回來的 雖然不算詳細 帝式就是 夜光統合了歷代 所有日本不同支派出來的東西 泛式就是 現在用的東西 現在用的東西 很多帝式 舊史有的東西 都剪掉了 即是大家考試 剪掉你們不死一樣 那麽問題就是 很多帝式的東西 包括靈魂那邊 御靈部那邊的人 那麽為什麽那邊 那麽那邊是整個夜光 尚之類的原因 因為 你要做靈魂的 就要接觸帝式 接觸帝式 你就會了解夜光的偉大 這件事是這樣 即是這裏這樣說的 就是 京子 京子 東兒 他們這一邊 就是為了 要把 春虎 救回來了 都不是救回來了 都不是救回來了 只是勸他 你收手吧 回來了 讓路 靈魂是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當然 算了 你要復活就復活 復活一個男人 上了新的下目 讓你看到你怎樣死 他肯定是這樣 那麽就變成下目有人將 可能是 不是 Daloku 但是 然後進入裡面 分了就是 大友 大友 對鏡 大友 大友的支線 還有 就是 寧陸他們這一邊 拯救的 還有隱形的天馬 他們是同一隊 其實都說 不過你說叫做另一個支線 他們是傳入部隊 但是不重要 其實 天馬不是 天馬不是同一隊 天馬他們分開了 他們找不到天馬 最終就是 最終就是 跟著 開頭就說到 就是 春虎其實去到那位 其實都叫做 騎虎難行 十五十六 他不是十五十六 我說 我沒有辦法 我要復活 下目 我就一定要站在 大連子那邊的陣營 因為他們先有 夜光 用泰山軍虎制的知識 正確使用的知識 永遠都有一句 資料情報是可以賣錢的 當然我覺得 大連子其實是其中有一個失算的 你要明白就是 他是真的有夜光的記憶 或者夜光的智慧的話 他可能真的會站在你那邊 他可能真的會站在你那邊 他有夜光的智慧的話 但是 無奈地 春虎只是恢復了夜光的力量 他是沒有夜光的智慧 然後就是 為何他最後會 連來立馬 不站在大連子那邊 因為寵物少爭還未出現 寵物少爭還未出現 寵物少爭還跟他說 試 他說 你作為夜光 你怎麼可以靠人 你自己試 他不是說那些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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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理論就是 他說 他說你就是試咯,最多條女兒回來之後不是你條女兒,你用不著害怕 他講到那個案子,我覺得我一瞬間真的有0.01 好像廚房試味一樣 我有0.01,你有沒有覺得,你好像很有道理 然後他心想說他現在是要復活一個真的叫下木的人 他不是要復活一個叫秋木的人,想要下木的心 你不是試驗,你一定可以 然後當然因為春虎是一個沒什麼智慧的人 然後他聽到這個之後就很有道理,是喔,我可以試的喔 然後他就說,嗯,我發覺我真的可以試的喔,試不會死的 你拿一條命出來就要試,0.01也要拿自己的命出來,難道你 當然其實都不關夜光的力量,其實是你需要夜光的知識 要有一本如何正確使用泰山君府制手冊的PDF 武功秘笈也好,10元一本也好,但是,我無所謂的,試囉 你那個case我覺得我... 最多就是死 這個劇情轉捩點,一般你說,叫做主角堅定自己意志是一些很現的劇情 然後被川普走出去,是歐了出去說,你覺得沒問題的嗎 就是那種是無言的,他說,我不知道怎麼說 你真的...他那個時候的解決就是,你真是夜光的喘息 你沒有被人割開了兩個靈魂,一邊是有知識,一邊是有靈魂 難道你是力量那部分? 那那個是全種傳統的東西 你說大連子的先上想想想想,這個傻小子自己試 他試完之後就不可以回來哭,再問我去問我有沒有事就要開高價,認不不明白 老實說,大連子知道,Professor luck. 當時跟我女兒鬧亂 道理上是劇中計 D 跟大友之後最強的角色之一 道理上是劇中計D 跟大友之後最強的角色之一 是 動畫都算有點反應,我想動畫最廢的就是局長 你完全不知道這傢伙除了叫大煉治之外有什麼用 最高層的人通常都說手下打或者我什麼打 即是老闆的定律 但你這個位就是當然這個位是令到出來之後 出來之後其實不要說春虎沒有智慧 他的朋友都沒有什麼智慧 物以類罪 出來之後他告訴我 就算我決定要自己親自試 他們都知道 證明他們和下幕其實都不是很好朋友 不是很好朋友 我要試 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大家都知道這個不成功 甚至不知道會出現什麼 但他說無所謂你去試 然後荃薩就出來說 你這樣會變東京又陷入靈災 十二神像又出來 自己又說靈災 然後他就說 沒問題 我不管 想刀山炸東京 很容易 很容易 整個東京成為破海 你明白嗎 你都懂得說靈災 其實根本就不想他去破滅 就不想玩他去試試 但你要看這個 這件事 這個太三軍虎就是 衰了 不是下幕一個人變成 不是下幕的人那麼簡單 是整個東京都要陪葬 當然他們可能覺得 我又不是住在東京 我住在大坦 不是 他本身是住香 東京沒有了 去內糧搞內糧搞 都搞不定去京都 做到事 全國三十六個執府 要慢慢試 關我什麼事 12神像當然緊了 老實說 大家都知道 因為本廳是在那裡 大家都知道 日本通常你在那裡做事 你就會搬去那裡住 他就說 我搬來住 我剛剛才 這房子還在供 12神像還有一輛車 那位用刀那位 那輛電單車 電單車是色神來的 不用他供款 不用的 電單車整的那個人死了 就是天馬的老母 哦 所以他說之前 上馬過來找 其實本身就是想問 電單車的東西 好像是 但是這個case 當然你說 純粹說 因為有情 不不不不 記錯 是大友 答天馬 沒有料的問題 那時候他有說個例子 當然另一方面就是 風車丸 還有 郭行鬼 郭行鬼 兩個就 其實叫做什麼呢 春虎本身是沒有 我甚至覺得春虎本身是沒有 夜光的力量 夜光的力量 全部都放在店鋪裡 不是他還沒覺醒的 他第二部才覺醒的 第一部是沒有的 算了 然後叫做阿風車丸 就強行衝破了 飛車丸 阿飛車丸 對不起 你誤導了 不要緊就算了 阿風車丸 就衝破了 變回真正的形態 大人版 然後就打贏了 鏡 和他的色神 郭行鬼 然後說出來 這傢伙也是 我一直都有留意 我一直都有留意主人你的 不過 這套東西裡面 所有深藏不露的角色 他們最厲害的人 就是 我要忘記你 你明白 看 不論他爸爸 那些校長 所有叫做什麼 那個身份地位 有回到那些人 他們都是最喜歡 做一件事 就是看 你明白看著 人家吃花生 很開心 那不是的 老實說 其實動畫也有說過 但不算很明顯 他就說 阿飛車丸 他真的喜歡 就是中心的中 他真的喜歡 明明現在都找不到 夜光 他還要繼續去尋找 於是他就分道揚標 他對葛恆鬼而言 夜光 他是 夥伴 但 他不是一種絕對忠誠 那種 這個是我主人 他在那裡 我會幫他 但他不在那裡 我不會刻意去尋找他 那種 飛車丸 飛車丸又不一樣 是死的 於是 於是 所以 所以 覺恆鬼 覺恆鬼那種 就叫做聰明 他已經一早看穿了 夜光的爸爸的計劃 所以解釋是閃 不是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靜態 你想像一下 是很危險的 那他作為一個 見他應該都是夜生活 會抱開的人 他是完全不捨得這些生活 沒有辦法 那當然 你說 最後 其實就復活了 叫做 復活了 那 不知道 不知道他是不是走路 當然 不知道他是不是抽摸 他那個位置 就是 搞定完事了 然後 有個電話打來 是祖月女娘打來的 打給其他人說 是不是搞定了 都可以算是 然後 說了一輪之後 沒有 然後就入了個好像夢 那樣的場景 就下木 睡在床上 然後 一輪之後 又睡覺 春虎又走了 其實 是沒有人知道 能否復活到 扶了什麼 現在會怎樣 是沒有人知道的 大家要自己看第二部 叫做什麼 那個 泰山功虎制 就成功地 救了一個物體 成功都不知道 沒有說過 某程的意義上 都是成功的 最起碼東京 沒有成為靈賽 不是 主要春虎 下頭 他沒有發脾氣 沒有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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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要去看第二部 我真的會在說 如果他真的會這樣說 什麼叫做算是成功 不是 是那一部分算是成功 你可不可以清楚 遮到頭 變成知護號 沒有一隻腳 腳這東西 你不明白 沒有一隻腳就變成大油 神經病 身體的身體在這裡 怎麼會沒有一隻腳 那張片看得到下面的 你就知道 嘩 你那裏很噁心 你摸一下我的頭 至少看你一隻手 那故事就是 你說到這裏就叫做 第一部高一段落 但我真的叫眾官頂過意 我真的不認同動畫是一套好看的作品 因為其實叫做什麼 他給我的戰鬥迫力唯一最有的那一場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大友對渡滿那一場 其餘的戰鬥其實看上去 首先一件事就是 戰鬥方面十二神像和十二神像的戰鬥 或者是下木做學生的戰鬥 我看不出十二神像有多厲害 這個就要說回原作的問題 其實原作是更差的 動畫也有個差的地方 為什麼這麼說呢 動畫差的地方是 動畫連戰鬥都會剪的 他沒錢呢?我看得到他沒錢 不是啊 他那種剪是 剪到件事沒有了那個戰術性 譬如說第一開始 六人部那場 炎摩公地層呢 走去扔那些東西 即是刺那隻 那隻飛飛下那隻翼那裡 其實是他們有件事的 打的進展 然後導致那件事出現的 動畫也沒有了 一開波 扔咒語 飛上去刺 全部的東西都做完 這樣就沒有了 這樣就沒有了 完全看不到他們的陣型或者是什麼 原作的問題就是 原作的問題就是 原作的那種寫法 我自己就很不喜歡 因為 他會是說 有人出了一招 他不會說過程 接著就說 春婦可能躺下了 直接說結果出來 接著又不是說春婦怎麼躺下 接著 京子蓉下目就呆了 那些是孔信息來的 就是GN看 那些男人都死了 他那種原作的那種寫法 在動感方面 本身陰陽術 老實說 你不斷講奏文 已經沒有什麼動感了 他的動感有時候 他做的動作是 用一種結果論 的 你以為動畫 原作 咦 如果這樣 他應該是不是 你給我 你剛才那個解釋 令我想起就是 春婦使用泰山軍府制 NP-20 跟著就是泰山軍府制 成功復活 下目 上線成功復活 下目 然後跟著 效果 然後接著電話來了 類似,我不會完全否定,是差不多 你會看到事情開始 突然間事情完了 然後有些旁觀的角度看下去 就沒有了過程 我的角度來說 在他所有的戰鬥裡面 其實 我為什麼會覺得 是大友和動漫的那場戲 因為對我而言 那場才是真正的陰陽師對決 其餘那些是什麼呢 一個就拿著把劍 不斷撐過去 一個就用一隻Pokemon 不斷撐過去 另外那邊阿孝 阿孝就用一條龍 阿孝是飛沾沾 冬兒那些就是拳頭交心 我明白了 但你前置條件裏面 我無法提供這個 是一種什麼的陰陽術 對我而言 你只不過拿了陰陽術的名字 去行戰鬥動畫之實 所以給不到我的迫力出來 陰陽師不是這樣的 我會覺得 你 機巧笑 人偶師不是人偶師 不會上前的 神經病 那沒什麼 他都變成色神的主人 都上來打 因為色神的主人 都是人來的色神 我不介意 我明白很多作品裏面 所謂叫做 主角都有些獨特性 但問題最主要是 現在很多動畫或者 輕小說的傾向就是 不僅是主角 他身邊的主角的好波 那邊個個都很特別 特別到我覺得就是 你說的所謂的系統 其實是完全不適用 在這班人身上的 我覺得那套更過分 是現在做一套劣頂神 那套是很過分的 那套我已經每集看 每集看著 每集看著 每集都看著 一些好笑的地方 我覺得現在 他簡直可以做一場動作笑 不要緊 只說再接兩年後又回來了 沒錯 有2014的動作笑 我也想去買票 所以你說 這套劇 眾觀而言 其實我不可以說 其實還有一些問題 剛才我說過 兩件事 他剪的 他除了剪了戰鬥的部分 他其實很多位置都剪了 甚至連人物的對答 都會剪了 剛才說了一些比較重要 是他說天馬那一段 你譬如說校長 即是屬長 和天海大線 即是兩套老爺的對話 他都是有剪了的 他都會有些位剪了的 甚至是有個更加明顯的 就是說 動畫有一節 就是說 那個是突然間 我特意翻看 是說一套普通的東西 突然間就拍到 校長和老爸在說話 即是春夫老爸在說話 原作不是這樣的 原作是 校長不知道有一個人進來 因為他一直都說到 他年紀大了 開始衰退了 他說 完全不知道有一個人進來 但是動畫一做就已經在說話 不是 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也是很搞笑的 學校很安全的 講講的 然後就被人打擊幾次 然後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 穿危險的地方 然後另一件事 也可以說 這套作品有趣 或者是好看的地方 很大部分就是 為什麼說大有 或者D那邊好看呢 就是 越種甲 越種咒術 因為剛才說過 俗話很少提 甲種的定義 就是說 陰陽 聽現在定出來 一些有效的 即是他規範 list了這幾堆東西 隨此以外 全部叫月種 但是問題 月種呢 是還可以包括 那個範疇 會講犯法到 影響人 那個行為的 也都會是 於是呢 你會看到這套東西 經常會有一句 頭頭尾尾尬 咒術的奧義 就是 謊話 因為 月種裡面 是包了 講謊話 那講謊話 就不同 裡面 天海大線那種 甲種言靈那種 有咒力的說話 它不是的 即是 鏡童 大友鎮說的那些 雖然你知道我很多都是 吹水 但是你不可以無事 說少少的東西 因為 他吹水講謊 就算是一種月種 來的 於是他很多這些位置 其實就避走了 而整個故事最大的月種 就是 夏木 這個角色 因為他整件事 他的身份 就是一個謊話 所以你說 所以你說 故事裡面 就是 他叫做什麼 這一種 的作品 其實是一種 叫做 識設定 而令到故事有趣 老實說 我不敢肯定 但是至少 老實說 他這套東西的描寫 角色其實未去到 真是很成功 我覺得 就算你說是 道滿衣類型的角色 其實只不過是 撞手神撞到出來 某程度 我覺得其實很大的 加成是動畫 那一場 還有配音 而其他的 我覺得 在角色描寫上 其實這套東西 我給我的評價 其實 角色不突出 不高的 其實每個角色都很平板 還有 我給不到一些衝擊 尤其是很多時候 他是很刻意去做 當然可能 我原作 不知道有沒有去做過鋪拍 無論 冬兒和阿春虎互偶那一幕 他講到他們的友情幾少 其實老實說 我真的不覺得 這兩個人的友情有多深厚 其實 只不過 我認識他很多年 這傢伙 我認識他那時候 他就打到我重傷 我們跟你說 打到他重傷那段 是動畫自己加長了 本身是幾句的 即是說 我除了覺得 你們兩個人 會暗示一下 看看 什麼時候找到我 動你一鑊 那種 那種友誼關係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 其他他們究竟有多老友 所以 有個說法 就是 有些作品 就被動畫做爛了 但有些人就說 東京婚家 有少許 都化腐朽為神奇 因為本身 原作的可讀性 其實不算高 故事 其實設定 或者是什麼 是OK的 但 他的寫法 或者動感 那些東西 很多都是有個問題 那麼動畫 補回這些位置 你兩個 混合來看 就OK了 單看一個 都死的 最後 最後最後 今集裡面 最後的東西 我明白了這件事 你明白什麼 你 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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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奏述 他奏述 沒錯 I am just 想均我 看這奏作品 然後做一集 講完 我中了奏述 奏述 我被奏述 我被奏述 看一奏作品 這奏是算合格 所以說 OK的 好慘啊 好慘啊 不說了 下集再見 好慘啊 你還是解奏吧 拜拜